如何查看内存的颗粒信息 我昨天买了两条金士顿的内存 用很多软件都可以查到是三星的颗粒 但是是必带颗粒吗 我找了一圈 只有这个软件可以做到 那这个软件怎么获得呢 网上有很多 但是我建议大家从官方下载 这是2023年1月24号发布 下载之后 直接运行会出问题 好像系统给的权限不够 我又从网上找了一下 各位可以搜一下这个标题 这是软件的名字 它在Windows 11RH2中 无法读取内存信息的临时解决方案 会报这样的错误 第一 先把Windows 11内核隔离先给关掉 这是一项安全的 然后第二步 在注册表里边有一个键 键值改成0 然后重启电脑就可以了 进入这个软件就不会报错了 要点击ray的读取 两条内存 比如说第一条 左侧是厂商信息金士顿 右侧是颗粒信息三星 这一条就是颗粒信息 K4A 8G 这应该是8G的颗粒 最后是5WC 这个C是C带颗粒 这也是我上网查的 各位可以上网查一下 只要有这样的截图 都是用这个软件获取的 他们说5WB 那是B带颗粒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欢迎关注小贵的宝箱 我们下次见